师父每日 佛言佛语 正寿三昧 一个人要去除脑子里面所有不好的意念 就相当于一个房间里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居住 里面蟑螂 老鼠 虫子 什么肮脏的东西都有 要想弄干净就必须要大扫除 要把所有脑子里面的意念全都清空 就是叫照进五蕴皆空 当所有肮脏的东西都清除掉了 才能慢慢地再把干净的东西放进去 所以首先 我们现在要先把所有不好的意念全部清除 肉体生命很短暂 去除私欲菩萨赞 为名为利让人烦 放下执着向佛看 所以修心管住行为很容易 管住嘴巴也容易 最难的就是管住自己的意念 想要成佛 我们必须要管住自己的意念 因为我们修的是精神 修的是灵魂 一个人的意念干净 是何等的难 又是何等的幸运 修成像婴儿一般的思维 你才懂得什么叫纯洁 几十年中 所沾染的污泥浊水 就是靠现在在清洗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把自己的心灵 修出一个净土世界 人生如梦 转眼间 一生辛苦何时闲 年老退休 时光间 一生受难 苦难言 知道守戒很难 必须守 知道修心很难 必须修 修出一个真我出来 把人间的假我 全部修光 让别人找不出假的你 这才是借假修真 人不能重复思维自己的错误 因为你不停地去想自己所犯的错 就等于不停地在重复着自己的错误 学佛人要懂得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就是借假修真 我们要用几十年的肉体生命 去完成今生本性的觉醒 学佛要有好眼光 看破尘世不妄想 荣华富贵一边抛 放下执着才算高 人间的任何享乐 都会像小时候吃的药一样 外面有层糖衣 里面必定是苦的 学佛后的发喜 和世俗五欲六成的刺激 带来的享受感 刺激感 幸福感 截然不同 学佛的觉悟 让你觉得每一分一秒 甚至连身上每一个细胞 都会感觉到 是从内心才得到的安详 并得到喜悦和安定 行住坐卧 都会觉得有菩萨保佑着 一切在吉祥中 没有恐怖 过着远离颠倒梦想的生活 并受到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菩萨的加持 这种学佛后 在佛法上得到的 是正寿三昧 如果你已经拥有 这种感受 说明你修行 已经正得了出国 看人受苦 不绝难 自己受难 冒冷汗 菩萨大悲 恩如山 索性学佛 菩萨赞 菩萨赞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